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CEO Vlog 这个节目停更了一段时间 因为这段时间新车真的特别多 我的很多的做内容经历都放在拍 大家最想看的一些重头新车的车评上 但不代表我这个CEO就失责了 因为其实我们公司的小伙伴们 各条业务线都在很努力着 推进着很多的重大的项目 尤其是有一些项目在今年的年头 一二月份开春的时候 我们就开了会选好了方向 大家就开始行动了 但是做事情还是很多东西要慢慢的做 要去打基础 要去搭架构 要去解决很多问题 所以到现在四五月份的时候 我可以很高兴的告诉大家 接下来又有一些新的业务 会有一些新的产品 能够跟大家见面了 其中一条是我们的很重要很重要的一条 全新业务线 这个应该在五月份 在下一集的CEO Vlog 我会跟大家透露 我已经有点迫不期待 但是今天的Vlog 我想跟大家先讲一点故事 这个应该是老粉们会很有记忆的一些故事 就是我们的电商众所周知 大家车是一家有电商属性的媒体 我们在2017年的时候 我们就已经开始了卖东西 后来的卖货 抖音卖货那些其实都是后面发生的 我们很早很早在1617年的时候 我们就通过淘宝店来卖货 我记得最清楚就是我们卖的第一次机油 当时机油我们就是发了一个文章 告诉大家我们选了一个我们心目中很好的 而且是完全绝对正品的机油 就是安索 然后大家可以找我们买机油了 当时代的痛点是买机油有很多假货 也不知道该用什么机油 买不到放心的和合适的机油 而我们那个文章一上线呢 其实一天之内我们卖出了几吨的机油 几吨呢 我记得当时我们连仓库都没有 直接总代理把那个机油用货车 发到我们的写字楼里面的那个office 我们直接把一面墙全部堆满了 当时我们一度有点担心 那个写字楼的地面到底能不能承受 出那几吨的压力 当然说笑了 后来我们全员上阵做客服 连我都有回答过 大家买什么机油啊 什么车用什么年度啊 这种问题 然后很快的 大概用一个多星期的时间 把这几吨的机油全部发货发出去 那从此我们就知道 我们真的是有那么多 真实的消费者的粉丝用户 而且大家是真的很相信我们 很期望我们能够解决 他们在气质消费中的那些模糊的 不确定的那种 包括不信任的那种问题 所以我们就开始建立自己的电商部门 从那个时候开始用了一两年的时间 我们电商部门其实从一个人到后来多的时候 加上全国的两个仓库 算起来可能有三四十人在服务我们的整个电商体系 其实说实话这块从来都没有赚什么钱 而且在这两年陶系的整个流量明显下滑情况下 其实我们的电商体系是在亏钱的 真的在亏钱 虽然不是巨亏 我们一直在控制规模 也在控制人员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真的从来都把客户的体验 或者服务品质是放在第一位去考量的 并不是仅仅说我要这里抠点成本 那里抠点成本确保我每一单都有钱赚 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是用最高的服务品质 最高的服务标准 包括我们卖机油 如果买过我们机油的朋友 你看看我们的那些包装 其实都是用到业内最稳妥的包装 不敢说最贵 希望能够大家体验的全流程都是对得起 大家车的名声 或者就是不负大家的信任 也不是说一定要做什么最好的服务 这个最好是没有止尽的 但是我们真的就希望不负大家的信任 基于这种不负 其实我们的团队一直在有做很多的事情 我们不断的去做选品 我们不断的去对比各种的产品 为大家去挑选一些好的产品 当然有些产品我们真的自己挑选了很久 也试用过 到上架的时候还是会有一些用户 会有一些不同的反馈 然后我们又及时去做调整 所以大家看到我们的商城 最近这几年其实做过很多不同类型的产品 而沉淀到现在比较主打的产品 就是大家现在看到的机油 燃油添加剂 还有一些比较优质的 像雨刮 这个镀膜雨刮 还有香氛 还有脚垫这些东西 说实话都不是一些很高频的东西 但确实是每个车主在用车过程中 会存在痛点的 会希望能够用到更好的产品 我们的小伙伴 包括我们商城其实成立的时候 大家定的一个很简单 又大家很认同的价值观 就是去优化你的汽车生活 就是你因为认识了我们 因为有我们的分享 可以在你用车的过程中用到更好的产品 比如说雨刮 是吧 我们为什么不去推荐最好用的雨刮 全世界最好用的雨刮 使得你在每一次下雨天开车的时候 你那个雨刮一刷起来很干净的时候 你就想到这是大家车 这是YYP给我推荐的全世界最好的雨刮 这时候我们就会很自豪 当然有时候我们卖的东西因为好 所以会贵一些 但是我们在价格上也是每一个产品 都力求做到同行业里头最有竞争力的价格 这也是我每一次跟大家分享 我们的C端消费业务都会反反复复讲到的道理 粉丝经济不是割粉丝的韭菜 粉丝经济是真正的为粉丝创造 他在别处所得不到的福利 你一定要提供业内最好的产品和服务 才能敢于把这个东西推给你的粉丝 我认为粉丝经济才是这个业内最难做的生意 真的要扎扎实实的把产品和服务都打磨好 到现在我们就不只有汽车用品商城 这个粉丝经济了 我们还有我们的衣服是吧 这个衣服View on View 我们也从来没有把它当做是一个割粉丝韭菜的 不是说你是我的粉丝 你来买我一个衣服上面写着大驾车 来表示你很支持我们 从来不是这样的 我们要的就是给大家创造最好的产品 最对得起这个价钱的超性价比的 好的品质 好的服务 你因为用了我们的东西而成为我们的粉丝 而不是因为是我们的粉丝 而被裹挟着来买我们的东西 好 这就是一个理念了 今天要跟大家讲这个 其实万般的回忆在心头 因为这个电商的业务这么多年一直过来 我一直有深度的参与 有很多的阶段性的重要的产品 我自己本人都有拿回来试用 都有提很多的意见 所以这是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 我们做电商的小故事 好了 为什么要讲刚才的故事呢 其实就是为了引出 今年我们要上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小业务线 其实在我们的电商的大业务线底下的 我们今年要上一个非常重头的拳头产品 这个产品是我们独家销售 也是我们整个团队为它付出了很多的时间精力的 这是来自安索的一个非常好的产品 叫做UCL 它是一个汽油添加剂类的产品 但是它的名称叫Upper Cylinder Lubricant 用字面翻译过来就是上气缸润滑 上气缸润滑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气缸下面是由机油去润滑的 但是在这个活塞的顶部其实机油不完全能够去到 而这个上气缸润滑剂 首先它可以从油路移植过来去润滑那个喷油嘴 然后再润滑气缸的上部就整个区域 尤其是喷油嘴有了好的润滑之后 它才可以保证在缸内直喷的时候 发出很好的效果 然后保证你的燃烧的效率会很好 这个润滑的效果 我们在海外已经找到一些视频资料 证明了它确实是很显著的 是可以改善燃烧的 改善了燃烧自然就没有那么容易积碳 车子的动力就会好耐用性就会提高 本身这支东西它也是一支非常好的 去除积碳的清洁剂 是一个添加剂的成分 对于这种成分我们也去做了检验 国家石油石化产品质量检测中心 就是很权威的检验数据 我们拿它 包括我们原先卖过的其他的天涯界的产品 包括安索的另一支 5000公里才用一次 这个PI我们都测了数据 证明这些产品确实在 去除积碳方面还是有用的 同时我们还自己也去送检了 这是我们自己送检的一些报告 包括自己的产品 也包括市面上的其他一些 跟它同类型的 我们没有卖的产品 其实我们都有数据拿在手上 这个就让我们对于它声称的一些能力 有一个更明确的认知 也会更有底一些 然后这支UCL 它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功能 就是它针对乙醇汽油里面含有的水分 可以有防锈石的作用 具体的原理就是它有防锈石的成分 所以如果你所在的地方 乙醇汽油比较多 其实对防用机是有伤害的 它里面的水分伤害性挺大的 用这支东西就可以对防用机的伤害降低 这东西非常符合安所依直的它的理念 就是以仰带修 不要等你的车坏了 才去修车才去大修 你平时每次加油的时候加入瓶这个 既可以除积碳防止积碳的形成 也可以润滑喷油嘴 也可以起到防止秀石的作用 所以这是一个一瓶多能的 一个添加剂的产品 其实针对这样一个产品 它有很多新的理念 我们也觉得需要自己了解了 再去跟大家分享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 其实我们跟安所的总部 做了很多的技术沟通 真的费了几个月的时间 包括像杰超卓像Ricco 我们这几个就对车 比较愿意去研究的KOL 我们都跟他们开月阳电话 都开了好几次 基本上都是我们很深夜的时候 他们在白天的时候 去做这种技术的沟通 可以说我们现在对这个产品 是很有信心的 无论是从数据上 从检测上 还是对于它适用的一些场景 其实我们都很有信心 有了这种信心 我们再找身边的朋友 来真实的体验 再去试 再去检测他们的效果 我们在公司里面选了好几个同事 手里有这些老旧一点的燃油车 或者说他们比较心爱的燃油车的 开了几万公里 没有用过除积碳产品的 我们就让他们来用这个UCL 其中一台mini是十几万公里 从来没有除过积碳的 用之前我们用内窥镜看了 它里面确实积碳很严重 然后给它用了三瓶这个UCL 开了1700多公里之后 再用内窥镜去测的时候 确实肉眼可见那个积碳是在慢慢的脱离 是有明显的减少了迹象 这个是除积碳的能力了 这也证明了用这种产品确实 对于你的爱车是比较有好处的 我原来自己也一直有用安索的PI 包括AGA这种除积碳产品 现在我了解了这个UCL之后 我可以跟大家讲 反正我自己的燃油车 包括我的新的MX5 包括我的老的一些家里的油车 我以后都只会用这个UCL了 因为是这么好的产品 所以我们的团队也很有信心 第一我们拿下了全国的独家的销售权 这个产品就只有在我们这里能卖 第二因为我们是独家的 所以我们其实是背了很重的销售任务的 因此我们也真心的希望 这个东西能够卖得出去 所以我们也很大胆的 把它价格给打下来了 原来这瓶东西是五十几块将近六十块钱 现在我们把它的价格一步就调到了四十五块钱 每次加油的时候加一瓶一小瓶 我觉得这个是很迎合我们对于车的理念 就是要养而不是去修 也很迎合安索造这种产品的理念 安索这家公司它提了一个使命 是榨取一切机械的使用寿命的潜力 他们是希望通过各种的油品可以保护机器的运转 使得它的使用寿命可以更长 好了这就是关于这个UCL我们给大家沟通的信息 其实我们现在正在努力给这个产品起一个中文名字 大家如果有什么建议的话也可以告诉我们 它的英文名叫UCL 如果你想对它有更深度的了解 你可以下个单买一瓶 我们不是一瓶卖的 我们是四瓶一起卖的 四瓶用四箱油看看你的车有没有效果 欢迎大家来体验 好这就是这一期的CUVlog 差点说了R4YP 好了谢谢大家的支持 拜拜